早上好,可爱、善良、富有、积极的你 欢迎打开维多用心准备的礼物 第一期的维多之声将带你一起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天做好准备 在真正起床之前,我们先把心态调整到最佳位置 自信、积极、有目标 相信今天将是无比美好的一天 现在,请把双手重叠,轻轻放在你的心脏上 感受它有力的跳动 你感谢过你的心脏从你出生起就片刻不停地工作吗? 如果不是它,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存活在这世界上享受任何美好 请和我一起默念三遍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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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请面朝天花板 平躺 放松地把两条腿伸展开 双手仍然放在你的心脏上 感受你对它的谢意 此刻,你是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基于你一夜睡眠的床上? 你是不是拥有带着你味道的枕头? 你的被子是不是温暖又柔软,像一团暖暖的云包裹着你? 请你感谢它们的存在 它们仅仅为你服务 不求回报 只为让你拥有温暖和安宁 再次和我一起默念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存在 接着,我们来一起做呼吸调整 从放松的睡眠状态中苏醒过来 现在,把双手重叠放在肚子上 开始深呼吸 用你最大的努力吸入最多的空气 我们来一起做 吸气 呼气 感受你放在肚子上的手 因为空气的进入 被腹腔升起的感觉 在你呼气的时候 体会腹腔排出空气 手跟着肚子下落的动作 我们再来一次 吸气 呼气 最后一次 吸气 呼气 现在我问问你 对你来说 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 你现在缺钱 你可能会说 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是钱 我要钱 有了钱 我什么都好了 如果你缺工作 你可能会说 是我需要一份工作 如果你现在缺男朋友 你可能会说 甜甜的恋爱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 听你想象一下 接下来的三分钟 不给你任何氧气 你是不是还能好好地活下去 我们理所应当地享受着无穷无尽的氧气 我们从来不用担心 吸完这一口 下一口氧气从哪里来 为此 我们要对我们的呼吸 和无穷无尽的氧气 说声谢谢 感谢他们支持我们的存在 支持我们的生命 社会教会我们 专注于我们缺失的东西 让我们感到不如别人 敌人意的 需要加倍自律 才能迎头赶上 然而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忘记了感恩 忘记感受 刚起床时 对新的一天 又有24个小时的喜悦之情 忘记刚睡醒时 在被窝里的安宁和惬意 急匆匆地起床 带着前一天 没做完任务的自责 不如别人的愧疚 对工作的厌恶 害怕 对同事的排挤 起床 开始新的一天 又怎么能够活出美好的样子 请记住 在听完今天的这个视频以后 你已经是个不同的人 只是要在起床前 满怀感恩地 感谢你的心脏 你的身体 你的呼吸 你的床 和你现在选择 打开的维多之声 你就已经超越了 那痛苦的 大多数的80%的人 你现在已经变成了 那优秀的 有特权的少数精英了 当你起床前 就深深感恩时 根据吸引力 法则的定律 你会在今天 吸引来更多 值得感恩的情境 比如 愿意帮助你的陌生人 同事 同学 朋友 他们突然愿意提供给你 无偿的帮助 或者 你一直想买的某样东西 刚好今天打折 你深情的职位 突然联系到了你 又或者 你一直心心念念的理想男友 突然来到你身边 学会感恩 就好像是让你学会了 最强大的魔法 想象 你每次说感谢 就像是 在一个大的游泳池里 扔一块小小的吸铁石 你感恩的次数和事物越多 你池子里面的吸铁石 就越来越多 等你把它养成一个习惯 多到游泳池里 再也放不下你满满的谢意的时候 吸铁石就会自己开始工作 吸引越来越多 值得感恩的事情 来到你的身边 如果你可以 请和维多一起 逐渐养成 遇到事情就感恩的心态 如果今天 遇到影响心情的 所谓的坏事 敬你 先不要着急沮丧 生气 抱怨 先想一想 这件事的出现 到底是想告诉我什么 为什么 它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我身上 记住 凡事发生都不是偶然 凡事发生 都有利于我 在你的人生中 一切都是完美 完整 和完全的 你拥有创造自己的力量 你也拥有塑造 理想人生的力量 你的人生 注定要从成功 走向另一个成功 从荣誉 走向另一个荣誉 我爱你 请你 也对自己说 我爱你 请你 爱你自己 爱你自己的相貌 爱你自己的身材 爱你自己的工作 爱你那会发光的笑容 爱你每一个自信的瞬间 欢迎来到新的一天 你的世界里 一切都好 维多将会和你在下一期的 维多之声当中 再见 感谢你的收听